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是7月7 雀桥会 雀桥会呢 通常都就讲中国人的情人节 如果追溯原始的东西呢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对吧 七仙女 没听说有八仙女了 叫七仙女 我说的意思 这七的定数 如果你看明白的话 你会发觉中外没有任何区别 还都是定在七上 但中外在过去时间里面 两千年乃至三千年 也没有人说 这怎么是七 没有 没有人从来 你没在书上看到任何记载 那七仙女 其实 如果咱没说错的话 它中间是有着轮回转世 它有着轮回转世 昨天在另外节目中 做完之后 有朋友留言说 哎呀 这一年才碰一头面 一次面 太惨了 民间的说法 也基本上是这么个说法 甚至我记得 原来看过说有天庭的残酷 对吧 天庭的残酷 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生命境界的本身 那插着生命境界之间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它既表示生命的轮回转世 就是说一个民间的故事代表着一个人 当它的境界够的话 它可以上去 它可以轮回转世中 它可以打到了天庭 而同样在天庭的概念当中 如果它起了繁星 其实它表面上叫起了繁星 其实是生命中有着一种相互的关联 它又可以调到人间 要不就是 否则的话 他们俩怎么能连上呢 香港出了个故事 跟大家看一段视频 这是七七节晚上 时代革命 叫光复香港 香港不叫天文台 应该是在尖沙嘴那带 叫太空馆 大概是 天文台的动物园 原来有天文台 我相信那地方不会拆 它盖一个新的布容易 外表都是白色的那种布 镜里头看星星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 去了几上千人 都是年轻人 大家看的 这是香港人打不死 大家看到的是用这个光 它的学名叫做雷射笔 就是看星星用的 一般讲看星星用的 一般讲看星星用的 但为什么出这种事情 两三天前 一个大学的学生会的会长 去买了十个这种笔 而这个笔本身呢 在整个抗争的过程中呢 因为它的透视感很强 大家注意看基本都是绿的 就跟那个马路成绿灯概念一样 它透视感 它的穿透力很强 在跟警察的抗争的过程中 学生们用这样的笔 去保护自己 只能叫保护自己了 因为它可以造成 警察在帽子上都有那种 雷射枪 它不叫雷射枪 就是类似雷射灯 高光的 就像我们现在开的汽车 那种高光灯一样 晃了对方 对方眼睛就看不着 我们就看不清 那个人的概念 那学生们就用这个 同样去招对方 招警察 警察一有这东西的时候 谁 人的身体自然反应 再加上警察都戴着这个防面罩 那东西是剥离 还有人呢 警察为了不露脸呢 贴上那种反光膜 可是这个东西照在反光膜上呢 我相信对它周围影响蛮大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故事出现 结果大学的一个会长呢 学生的会长 大概20岁 21岁 三天前买笔 就买这个钱 买了十个 一出门 碰上几个休班的警察 警察他们都是住在一起的 这是应该是香港的一种福利 结果其中一个休班的警察就喊他 这小伙子 他一喊那小伙子就跑 几个警察上去就给他住 给他摁哪儿 摁哪儿 其中摁他的过程呢 掐了他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软骨 骨头是软的 那人们的气管 气管在这地方 这是受过训练的人 如果他使劲掐 会把这人掐死 黄秋生发表文 发表了 发表了一个说法 在Facebook上 直接骂 用了香港人的话 说这个警察会遭报应 死全家的 黄秋生引用了他 曾经认识过的一个老警察 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而这老警察的儿子 他说儿子就遭到了报应 是死了是怎么样 结果就把这个孩子给抓了 说他什么呢 竟然说他身藏镭射枪 镭射枪这么长 那是枪 这个镭射笔这么大 香港警察疯了 那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很 当时就给他抓了 抓了 但是当时他因为已经出不来气了 就给他送医院了 这个事儿就在香港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香港警察不仅是乱来 不仅是公安 已经就是肆无忌惮 完全是暴力暴政和这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香港的混乱 就是警察占有绝对的主动因素 开记者会 警察还开记者会 死不认账 在这个背景之下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去了一千多人 大家就用这个笔 照这个天文馆来嘲讽 香港警察 这是半个小时之前的消息 代表律师称 方忠贤或警方释放 BBC为何一支雷射笔 成为了示威者的武器和罪责 雷射笔是武器还是激光笔 有组织罪案和三合会的调查的 科的高级警司 李贵华在记者会上 就介绍这件事情 可是偏偏这个李贵华 在几天前 曾经被 应该是在新界东 在大家游行的时候 他混在了游行队伍里面 不知道去干啥去了 结果被游行的人认出来 他是来捣乱 那他呢又害怕被抗议的人指责 还是他以为会有暴力吧 他就举着他那个警察那个名 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非常狼狈 那他在记者会上说 方忠贤购买的是很强烈的雷射枪 近距离照射可以使皮肤灼伤 眼睛短暂失明 长时间照射可以导致永久性失明 为什么他提眼睛 就是抗议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来扰乱警察 在过程中开枪等等 相互对峙 所以很显然 抗议的本身 给警察的个人带来了极大的那种情感上的冲击 他们在办案的时候 已经充实了太多个人的情感 个人的那种宣泄 个人的一切 叫什么 假公祭司 借公权力 来宣泄内心的一切不满 整个性质就改变了 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 就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抗议 其中包括同样一天 白天 三千多大律师 香港的司法界的人士 破纪录的人数 在冒着高温 他说昨天是37度38度 黑衣游行 黑衣游行 抗议港府的这种做法 更抗议 执法者 就是警察 盗窃公权力 进行了叫黑警执政 他们把香港政府 现在称为军政府 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的 基本整个故事的过程 在8号 我们看到呢 他放出了 今天他放了 警察为了留有一种 本来要他保释 说他可以保释 那个学生 年轻人 非常 明细 就是说 现在的香港年轻人 懂得如何 在干嘛 他拒绝保释 保释意味着什么 保释意味着你有罪 保释意味着你认罪 他拒绝保释 无奈 警察就把他放了 所以放了又说 他依然保有权力去告他 那就是瞎扯淡了 对不对 警察做错了 警察没有任何专业知识 警察以这样的公权力的方式 去烂捕 瞎捕 而且公然撒谎 公然展现出自己 无知和狂暴的那一面 还在以设计的方式说 你可以保释 你保释我警察仁慈了 跟党走的人 裸奔者全都穿着高党西服 流氓者全都穿戴着金丝眼镜 就基本都是 卖淫者全都是拿着贞洁牌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合在一起的这种生命的表现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轰动 也代表着香港警察的这种 完全失去一个执法机关 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但是呢 我刚才讲了很有趣 他最后给他放了 这就是香港警察按照共产党那一套 他训练了半天 他在那个人的环境中 他总是距离最邪恶的中共 总差那么一点点 很有趣的现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